做一个大厨你的用料 这个食材健不健康 它有没有可能给胃奶带来不健康 我觉得做一个大厨 你是可以判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健康安全非常重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可以增长见识 拓展思路 作为厨师 不仅要擅长食操 更要懂得如何做好菜 做对菜 有时候是看看书屋 还有的是跟同行交流 我们会和钱金的经理 还有采购部的经理 还有老板 我们会每星期开业职会 结合当季的食材 做下来研究 民以实为天 老板很重视每一道菜的创新 出品与质量 所以每一次的会议 他都不会缺席 我想既然做餐饮 我们就做得最好 我不求生意像什么 就是翻台啊 这种很普通的 我想做点有创意的 我们保证的一个是食材 一个是创意 一个是营养 关注时刻所想 关心时刻所忧 有这样的一位老板 他们家的品质怎么能差呢 那么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话 他会非常珍重他的四倍 我们的大厨是那个川菜大师 陈文英的学生 上海锦江饭店于1929年开业 接待过三百多位名人级政要 陈文英曾是锦江饭店的一把手 为人低调务实 在他的教导下 吴大厨更是认真做人 创新做菜 我跟了他22年 重业了22年 然后我们就把新的那个 本邦菜的元素 结合了西餐的元素 和日料的元素 把它融合在里面 但是我们的口感 还是按照那个 本邦菜的灵魂的口感在做 就像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 熟醉蟹一样 不仅有中国传统调料 另外还加入洋酒等外来食材 让我们学习起来吧 我们今天选用的蟹 是来自杨成湖的六月黄蟹 第一步调酱汁 先加入开水 加入半锅开水 大火煮至沸腾 先放茶叶的感觉就是 让茶叶的清香 浸透在料里面 后放茶叶的情况下 水里面的那个鲜香味 就会走掉 第二步我们放葱姜 三片姜 然后再下香料 茴香三到四点 桂皮三根 白蔻五粒 将剩下的陈皮香张放完后 开始调味 放入两勺白糖 两叠酱油 酱油下去熬至十分钟过后 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放三味酒 第一味酒酿15克左右 换往黄酒 我们这个黄酒是三十年的黄酒 然后第三个最关键的步骤就是 现在要关火 放白兰地 因为白兰地要是有预热的情况下 它就会那个香气会直接飘走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将酱汁过滤出来 静置冷却 而此时 另一边可以准备开始蒸蟹咯 最关键的步骤是加茶叶 一半的茶叶是放在水里面 茶香更加的渗入到蟹的肉汁里面去 静静等候12分钟左右 蟹就蒸好了 这时候我们拿出来关火 然后等那个蟹完全冷却了 可以进入我们的醉料里 最好的口感是进入4个小时 要是热的蟹蒸进去之后 会让蟹的醉料容易变质 只要注意大厨说的这些细节 在家也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酥醉蟹啦 完整的菜谱呢 我们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 会放在我们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上 若大家来不及记录 或者怕忘记呢 只要关注我们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大厨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但有些小小遗憾的是 这可能是他近几年啊 最后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录的